112年永和区全民齐安直幅继中原普渡大法会23号下午进行最后的法会仪式 立法委员林德福、新门市议员陈鸿源廉斐凡 永和区长庄茂坤以及在地的里长都到场参与祭祀 林德福表示 永和区中原普渡法会从他担任永和市长的时候推动至今 一直都是靠民间和企业社团募款 没有动用到公家的经费 透过祭祀仪式也让人们感到心情平静 地方较平安 而且参与的贡品也以网力捐给弱势家庭或团体 让善心传承下去 邀请所有的里长 他们来共襄盛取 而且全部都是透过地方人士去募来的款 完全没有用任何一毫一厘的公款 我认为说因为这样做了以后 我感觉说地方上就是比较平安 而且也让很多民众他们认为说在中原普渡期间 来透过这样的一个祭祝活动 让他们感觉上非常的安心 在拜拜完以后都将这些祭品 都直接给比较弱势的团体 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在因为中原普渡期间 平常他们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就透过这些有爱心有赛心的人士 让他们在中原普渡期间 能够多一些物资 我认为一取两得 这次由各里和地方各界赞助的共品共有317份 内容包括了泡面、饼干、罐头、调味料等等 在法会完毕后 将由永和区社会人文课 将没有领回的一一分送给情况较紧急的弱势家户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